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3月16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能力 那么最近两天呢 关于中国的事情可以说很多呀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聊一下几个话题 一个就是昨天的北京沙尘报 可以说是刷屏了海内外的自媒体 那么属于近十年来最大的沙尘报 而且正好赶上是北京两会 这个时间点呢也是非常之巧 可以说也算是一个异象 那么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武汉长江的河床见底的事情 可以说基本上相当于断流了 这是由海外的媒体报道出来 那么这个当然是和三峡有关 可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 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中共政府了 因为支持缅甸的军人政府 中资企业在缅甸遭到抵制 准确来说呢是遭到了打杂 可以说成为世界的一个热点事件 那么最后一个事情呢 就是潘石屹的儿子潘瑞 因为在网上发帖啊 怀疑中印冲突中中方军人的死亡人数 遭到了中国公安的跨国追捕 可以说这四件事呢 每一件事都是引起了社交媒体的一个讨论 都是比较热点的事情 昨天呢北京的沙尘报啊 这样一个天气呢成为海内外社交媒体报道的焦点 整个中文字媒体啊都是被北京的沙尘报可以说刷屏了 不管是海外的推特还是国内的微信朋友圈 那么不是因为说大家都喜欢看热闹啊 而是因为这次沙尘报可以说确实是非常厉害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我贴出来一些图片 可以说昨天的沙尘报了整个北京都被笼罩在沙尘中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你去拍照 那么看上去啊都是一片金黄色的 就是那种土豪金 就像到了撒哈拉沙漠一样 那么也像到了楼兰或者说到了敦煌看到的一样 都是黄沙一片 不管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呢 还是标志性的建筑大裤衩 都变成了沙漠的场景 黄沙漫天 那么有一个网友啊 他的车子上就被沙给盖满了 于是干脆了他就在车上用他的手来写字 写了几个字叫什么 北京下土了 意思就是说了 除了下雨之外 北京也可以下尘土 基本上每个人呢 都是直接呼吸进去的 就是这些尘土可以说 根据报道了 整个北京昨天的能进度是小于200米 据说了PM2.5了达到了报表的1000多 而正常的如果是100到200PM2.5 到这样一个数据都已经是不得了 算是非常恶劣的天气了 但是现在居然是已经到了1000多 而北京一些区域的PM10啊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8000微克 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呢 PM10它是不超过50微克的 对不对 它现在达到了8000 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北京的情况啊 基本上就像很多网友说的 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而这种现象可以说是非常极端 非常少见的 至少了10年来是最严重的沙尘暴 前两年呢 媒体是在猛吹啊 说北京开两会出现了北京难 对不对 北京天很难呢 就是说在晒北京的天气 但是现在呢 就变成了两会黄 变成了土豪金了 那么今天这个场景呢 让很多网友啊 也是联想到了去年两会开幕的时候 突然呢 本来是白天一下子就变成了黑夜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网上热议这个事情 认为是天人感应的一个意象 而今年呢 正好也是两会 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 可以说沙尘暴啊 也是让北京是颜面大师 很多网友也是说 这可能也是天人感应 当然这是从超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对错 姑且不论 但是表达了很多人呢 对中共政权的一个厌恶 特别是这次两会上通过的 更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一个规定呢 可以说这种倒行逆施 确实是引起了天怒人怨 世界上没有哪个正义的力量 可以制止中共的这种暴行 那么大家就只能寄托天人感应 对不对 寄托沙尘暴这种超人的一种力量 一种自然天灾 但是我觉得估计可能也是大家的意向情愿罢了 实际的用处可能也不大 其实这次的沙尘暴了 不只是北京呢 你还像河北天津新疆内蒙甘肃 宁夏陕西山西黑浓江吉林辽宁等11个省市 其实都出现了 只是因为北京它的政治地位比较高 首都嘛 加上它是超级的大城市 对不对 北方第一大城市 所以它的沙尘暴呢 是更加引人关注而已 那么中共的媒体呢 将这次沙尘暴啊 归咎于北方的蒙古国 确实呢 说昨天蒙古的沙尘暴也是比较大的 导致了数人死伤的情况 我姑且不说蒙古啊 它离北京有多远 但是为什么之前呢 蒙古一直都有沙尘暴 为什么都没有像这次一样 对北京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北京的沙尘暴 它是除了蒙古的因素 这些年呢 北京是花大力气啊 投入防护林的建设 可以说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那么有人就说啊 这次北京的沙尘暴 可能是和北方的 种植的防护林被毁掉了 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原因 不是像官方说的 完全都是甩锅给了外蒙古 这40年来呢 可以说中国为了防止 北方的沙尘化 沙漠化 确实也是投资巨大 种植啊 大面积的防护林 防沙 但是这些年来呢 由于管理不善 很多树木死掉了 或者是被偷砍偷罚了 前段时间呢 其实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 就是砍掉防护林的事情 可以说这样的举动呢 让中国数十年来的 防沙制杀的成果 可以说功亏一篑 那么归根结底 还是中国这种官僚体制 管理效能的低下的问题 而胡锡进呢 可以说更是公开的来洗地 转移话题 认为网民呢 对北京沙尘暴天气的关注 是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 那么确实可以说 只要丢出一个飞盘呢 不管是从什么角度 他可以准确的把它叼起来 这个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来怒骂 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洗地啊 也是比较无耻的 他公开报道就说 海湾地区的沙尘暴 袭击了沙特和卡塔尔 这两个国家的能见度只有几米 很明显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沙尘暴也不是只有北京有 那么海湾地区的国家呢 比北京更严重 对不对 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洗地嘛 所以说本次近20年来 最严重的沙尘暴袭击北京呢 意味着沙尘暴 它是卷土重来了 那么北京可能真的是 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了 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考虑 要迁都了呢 而北京迁都的话题也可以说 自中共建政以来就一直是讨论不断 那么远的不说了 近的就说习近平打造的政治工程 像雄安新区 很多人可能认为了会迁都到雄安去 当然这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想 那么毕竟呢 这个离北京是太近 而且是标准的北方 是不太适合于做首都的 可以说这里的环境呢 并不比北京会好多少 有的人呢 经过精确的计算 包括风水的考量 认为了建都在荷兰的南洋 或者是武汉呢 或者是湖北的武汉呢 这两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好 适合于做首都 其实这种说法一直都有 南洋的城市是太小啊 可以说也是受地形的限制 无法就是做大 那么武汉可以说算是足够的大 但是最近呢 可以说武汉的事情也是不断 除了武汉的新冠病毒 让武汉全世界文明之外了 最近呢 武汉长江的河床建地 可以说也成了一个大新闻 而且武汉是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一个要塞地方 对不对 经常是面临着长江的一个威胁 那这个地方你做首都的话 加上现在武汉还建地了 你说这个武汉的自然条件的恶化 也是非常之快的 可以说 那么自由亚洲电台 他在报道就说了 中国近期是极端气候现象频发 上个月荷兰多个地方出现了雷震雪 那么近日北京受沙尘暴的侵袭 就连长江都出现了断水的情况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他的报道 他说长江武汉段近期是干涸见底 原本的河床呢 变成了大沙漠 越野车可以在上面穿梭而行 鱼类等生物呢 在河底是大面积的死亡 而长江上游的四川宜宾的河段 已出现了枯水气 他这个报道 其实是配了一段视频的 那么这个视频我也看了一下 他是一个武汉的市民拍的 他的口音明显就是武汉人 可以说拍的也是很真实的 他是拍的 他的河床底下走动的视频 边走边拍 比如说一望无际的长江河床 确实就是干涸了 真的是干了 只剩下了大大小小的水坑 那么其他的全部都是沙子 基本上也是变成了沙漠的样子 那么越野车在河床上 是无障碍的穿行 其实我在武汉也待的时间不短 可以说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是没见过 确实所以我看了也是很震撼 因为你就算是枯水季节 那个长江的河床底下 应该还是有一条小河 有那种细流水在流的 但是这种场景呢 里面那种小河都没有 基本上全部都干了 可以说就像当年呢 看到这种颇阳湖变成草原一样震撼了 也说这样的功劳 都应该归功于三峡 三峡在洪水季节的时候呢 是加速放水 导致下游的水患加剧 而在枯水季节呢 它又蓄水发电 让下游变成草原和沙漠 失去了这个天然河道和湖泊的调蓄功能 前些年呢 可以说有黄河断流的情况 那么以后我们再想 会不会也出现长江断流的情况了 可以说这就是真的是天灾人祸了 有人说这个视频拍摄的是武汉长江段的天心州北段的一个情况 南段还没有断流 那么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也不靠谱 因为我见过天心州长江大桥那附近啊 天心州 它的北段呢 它其实是比较狭窄的 就是天心州把长江分成了两条河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长江绕过天心州 然后再重新汇合 那么它的北段其实是没有视频中这么宽阔的 它的北段是比较狭窄的 那么这段视频呢 可以说长江见底的视频呢 如果真的是长江干流武汉段的话 那么情况可以说确实是比较麻烦 比较危险的 如果有武汉的网友啊 其实也可以说一下长江的情况啊 如果千年的长江啊 在武汉断流了 那么武汉的河床 河堤 可以说很多功能呢 都将被破坏 对不对 如果未来再来洪水 那么武汉这个堤防可能就会出问题 危险呢 其实不只是北京和武汉呢 还有缅甸的中资工厂 缅甸呢 自政变以来啊 可以说经历了最血腥的一个周末 中资工厂呢 遭到了大杂抢烧 周日的安全部队啊 缅甸的军政府的安全部队 在缅甸多个城市 向抗议者开枪 造成了至少38人身亡 这是最严重的一周可以说 缅甸的军政府啊 大肆枪杀的平民有140人左右 有华裔女学生被枪杀 有孕妇被枪杀 可以说各种人都有 而且缅甸军政府呢 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而缅甸各阶层的抗议者 可以说也是体现出的这种勇武和对自由的捍卫精神 也是感动了全世界 丝毫不幸于香港 让全世界也是肃然起见 缅甸的军政府的背后呢 其实有中共政府的一个支撑 有他们的影子 在全球的大国中呢 中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谴责缅甸军政府暴行的国家 而且呢 还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要求制裁缅甸的决议 基本上都被中国给否决了 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层面呢 对缅甸的军政府可以说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美国欧洲也只是对缅甸军政府进行一个经济制裁 但是因为他们在缅甸呢 没有重大的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 所以美国也不太可能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出兵 而且美国现在本身麻烦都还不断 毕竟呢 如果美国来干涉缅甸的情况的话 他还面临着当年呢 像越战一样的处境 因为缅甸的军政府背后还有中共的支撑 对不对 所以美国也不会贸然去干涉缅甸的情况出兵的 当然军事层面上呢 中共对于缅甸军政府的支撑 可以说也是板上钉钉的 基本上是坐实的 前段时间呢 不管是缅甸的军人列队喊的口号 一二一的口号 对不对 还是说针对抗议者使用的摄影弹的弹壳 上面都写的简体中文字 可以说都是看出啊 中共不管是从军队的培训上 还是从装备的支援上 都是在支持缅甸的独裁政府的 那么这点呢 缅甸的民众可以说也是看得很清楚 没有中共政府的暗中支持啊 缅甸他的军政府不会这么有恃无恐 不会这么嚣张 所以缅甸民众呢 在抗议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打出了汉语的标志 呼吁中国政府来停止对缅甸军政府的一个支持 可能呢 是见到这个呼吁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缅甸的愤怒的民众啊 终于是忍无可忍的失去理智了 上周了多家中国的工厂遭到了纵火 那么截至周一了 昨天的中午 缅甸仰光有32家中资工厂 在针对中国企业的袭击中啊 被打砸破坏掉了 环球时报呢 他在推特发文就引述了中国大使馆的报道说 两名中国员工受轻伤 总计财产损失了达到了2.4亿人民币 没有人员死亡 那么这次受害的可以说 绝大多数的企业啊 都是来自纺织制衣的行业 中方企业呢 在这个领域的投资 是为缅甸创造了40万个就业岗位 但是缅甸人现在是 连他的自由民主的基本权力都没有了 对不对 他们还要工作岗位干什么呢 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先砸了再说 那么首先砸的就是中资企业 因为中国政府是支持军政府的嘛 算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成本失货 可以说也是殃及吃鱼啊 那么台湾外交部在15日就说啊 缅甸的打砸受害者不只是中资企业 抗议民众强行进入了同一个工业园区的台资企业 叫昌义公司的厂区 破坏警卫室和四辆公屋用车 而且包围了厂区 那么台湾政府呢 建议台商啊 在工厂要以缅甸的文字标示 说这是台湾企业 或者说让他们让台商企业啊 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 而且向当地的员工及附近的民众说明 这是台湾工厂 也避免外界呢是混淆了 毕竟可能很多缅甸人呢 把台湾工厂当成了中国工厂 分不清楚对不对 所以说也算是牵连了台湾 那么缅甸军政府可以说 现在也是越来越凶残了 基本上已经没有底线了 肆意枪杀平民了 比香港还要凶猛 可以说民众的抗争呢 也是越来越微弱 那么如果在缅甸这种情况 没有国际力量来真正介入的话 我觉得缅甸的民主之光 可能说将会彻底被扑灭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就像香港一样的结局 可以说也是凶多吉少 但是现在目前呢 连美国都不愿意强力来 站出来为缅甸说话 对不对 或者说来对抗中共 那么缅甸 大家想想还会有什么指望呢 缅甸军政府在扑灭民族的火苗 其实就像当年中共扑灭六四 是一样的 很多地方其实都很像 而最近呢 中共在网上抓捕 说实话的人可以说 也是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前段时间呢 就抓了不少怀疑中印冲突中 党卫军真实死亡人数的贴注 而就在昨天呢 中国的警方开始通缉 抓捕海外的一名刑疑者 而恰好了 这名刑疑者呢 很出名 他就是潘石屹的大儿子 叫潘瑞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 现在也成为海外舆论 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诋毁边境的阵亡解放军 那么潘石屹之子呢 潘瑞遭到了警方的追捕 根据媒体报道呢 北京市海淀区的公安分局 在通报中就说呀 近期传媒报道 捍卫国土 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之后呢 有群众啊 就向警方举报 说一个微博的用户呢 在去年的6月23日 在他人微博的评论区 发表了造谣诋毁英雄烈士的言论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根据公安的通报说呀 经过调查核实 这名微博用户呢 是潘某 他是蓝30岁 在去年2月2日 离开北京出境之后呢 一直在境外 海淀的公安分局 目前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 并对其开战了追逃 警方登促他尽快回国 接受调查处理 而潘瑞是潘石屹 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孩子 他的微博呢 目前已经被封掉了 很明显呢 把去年6月份的微博呀 现在翻出来来追究责任 可以说不是单单针对潘石屹的儿子 潘瑞的 我觉得更可能是针对潘石屹本人的 现在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呀 也有媒体报道 说是司马兰举报的潘瑞 而且十几年前呢 也是他举报的潘石屹 而且任志强那个案子啊 可能也是司马兰在中间 让这个事情就案重提 可以说这个人确实也是坏透了 那么这几年的潘石屹啊 一直都是在甩卖国内的资产 那么准备甩了之后了 最后撤离 目前呢 他们两口子可以说 基本上都是有美国的身份 而他们的三个儿子呢 也都是在国外 要么是读书 要么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开始工作 自己做工厂了 如果他们真的把资产都清空的话 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怕的 对不对 你公安局喊话让他回来 他也可以不回来 那么只是中共政府啊 可以说这种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的这种行为啊 确实是不具有一个大国政府 应该有的胸襟和气度 显得就非常小气 对不对 非常这个胆小 那么网民说几句实话 就被吓成这个样子 就害怕要抓别人 那么只能说明 你这个政权内部呢 已经虚弱到了一个极致 吹一口气可能就要到了 说明你的气数呢 可能真的是已经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